第008一章 操炮训练 每天这样的训练 都会持续两到三个时辰 完了后 他还要回到城墙 继续干他的老行当 同一间宿舍里的火机 报名了火枪队 现在已经提着崭新的火枪 站在自己身后 炫耀个不停 如果不是纪律要求 不准斗殴 凡那恨不得 把他的嘴给缝起来 但他也看出了 不对劲之处 加入火枪队的乡亲们 这才训练几天 就开始在与携手的战斗中 磨练射击技巧了 而炮兵队呢 连一发炮弹 都没打出去过 而且 那么沉的火炮 根本不可能运上城墙吧 看看这墙顶 两个人并肩站立 差不多就把过道堵满了 平时 大家都习惯在墙内侧的斜坡上跑 哪怕抖了点 也比妨碍队友 做刺枪动作要好 至于火炮 光两个轮子 就比墙顶宽了 加上还要朝下射击 怎么看都觉得不太实用 莫非 这东西 不是用来对付邪兽的 接下来的练习 印证了凡娜的猜想 四个炮兵小组 被铁斧带到了河边 他发现 不知何时 赤水河里 竟多了一艘庞大的船 哦 他也不确定 这是否是艘船 外壳 看上去跟搭建城墙的石头 没什么两样 又宽又短 除了两根光秃秃的围杆 哪里有船的样子 为此凡娜的小组 还争执起来 这摆明就是个浮桥吗 率先下定论的是 右皮 他曾跟随运矿的帆船 去过长歌要塞 长字夸 见多识广 几丈宽的甲板 显然是为了稳定 我闯南走北 见得多了 如果是船的话 没风要怎么动起来 以前这条河发过大水 把要塞里 十几年的木桥 都冲垮了 城里的人们 就是用浮桥取代的 找一堆宽木板 钉在偏周上 再拉起铁锁 连成一排 怎么走怎么稳 去过最远的地方 就是长歌要塞 还走南窗北连 罗德尼吃笑道 浮桥的话 需要力两根桂杆 生怕自己不被风吹走 而且你看尾端 横放着的不是舵轮吗 浮桥可用不到这个 大尔逊帮腔道 他们两兄弟 从来都是一个鼻孔出气 另外中间木架的摆设 怎么看 都像是要搭出一个棚子来 只是还没完工吧 这是一艘船 毫无疑问 凡纳对他到底 是不是传兴趣不大 他只关心 接下来的训练内容 答案 很快揭晓 铁府要求他们 把拖着炮车的马匹 赶上小镇号 没错 就是这艘船的名字 还是王子殿下亲自命名的 听完铁府的介绍 右皮顿时脸色僵硬 而两兄弟得意洋洋 再将火炮轮子 系在预留的阻拦杆上 这样的阻拦杆 共有两组 每组四个 位于甲板的中心线上 成一前一后布置 显然可以一次装载两门火炮 好吧 烦那响 这下可以确定 他们要对付的不是携手了 赤水河有北向南流淌 泥藏森林里 也没有如此宽敞的河流 依次踏上甲板时 烦那立刻感受到了 他杰出的稳定性 河水伴着船身流过 而石船纹丝不动 如同站在地面一般 只有马匹被赶上来时 才会感受到些许摆动 他还注意到 每当一组炮兵 完成一轮上下船练习 蝶府都会在旁记录下时间 联系到甲板上的阻拦杆 看来四个小组 只有两组能派上用场 烦那偷偷把这个消息告诉 给小组成员 大家立刻憋足了劲 每个步骤都用上了 十成的力气 选不上被重新 踢回长枪队的话 颜面上过不去 还是小事 提高的薪酬没了 可是大事 再到第七天 凡那终于迎来了 七代已久的 实弹射击训练 而这一天 王子殿下也清零现场 观看炮兵练习 四个小组的人 无疑不把胸口挺得高高的 走起路来浑身试镜 由于填装弹药那一套 大家都已练得颇为熟悉 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 两倍于拳头的铁球 落在一里开外的雪地里 掀起大片鸡血和泥巴 又弹跳着 向前飞出老远 而他的肉眼 根本捕捉不到铁球进行的轨迹 这让凡那在兴奋之余 也隐隐有些害怕 王子殿下 到底是如何制造出 这等可怕的武器的 若是自己面对火炮攻击 就算有全身甲包裹 恐怕也无济于事 每个小组射击一轮后 王子殿下都会命人 将一杆旗帜 插在炮弹的首个落点位置上 同时截取一条 从旗帜到炮口位置的麻绳 四轮打完 再次轮到凡那组时 他听到了更换炮口 射角的指令 炮管两端 与炮架连接的部位 有一个刻有尺度的转盘 上面标示着 0 5 10 25 35个刻度 虽然不太明白 这意味着什么 但按着指令 操作就好 铁府大喊出 射角五 力气最大的右皮 立刻将炮刷杆 抵入炮管钥匙下方 从尾端撬起火炮 凡那扭转炮架上的裸杆 直至第一根白色刻线 没入孔洞中 右皮才松开炮刷 炮管尾端回落后 比最开始的位置 稍微矮了一些 炮口向上抬起 只是刻度 正好落在五字上 接着又是四纹射击 插旗杆 截取绳子 调整射角 凡那渐渐看明白了 王子殿下所做之事 他在收集每一次 铁球射出的距离 而炮口上扬角度越大 铁球落地的距离也越远 这点凡那 在用弓石身有体会 向上抛射时 箭才能射得远 停射的话 很快便落地了 没想到火炮也是这样 只是因为速度快 所以飞行距离要远得多 他不禁突发奇想 如果铁球 速度快到一定程度 是不是就永远不会落地了 赤水河边 小郑浩的试航 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 考虑到要使用温地 作为动力 船上的人员必须 绝对可靠 于是 罗兰挑选了一批 政治过硬的手下来 作为小郑浩的首批船员 船长兼任指挥 是首席骑士卡特 落手 是布莱恩 升番和降番 由卡特手下的侍从负责 传讯员是提古 派恩 这些人经常和女巫接触 加上自己润物系 无声的思想改造 对女巫已不持任何偏见 提古更是爱巫及巫 将自己对女儿的关爱之情 扩散到了整个女巫群体上 第0082章 小郑浩出航闪电 作为唯一有出海经验的专业人士 义不容辞地担任起了领航员 事实上 他也对这艘造型古怪 材料奇特的舶船充满兴趣 尽管看上去 粗陋无比 不过作为一艘船来说 该有的部件都具备了 至于能不能动起来 他也摸不准 毕竟 在海上时 他大多时候 都只是一名旁观者 父亲 总是拒绝他想要亲自掌舵 或者升番的请求 按照新船起航的传统 闪电将一罐麦酒砸碎在船头上 随后下令升番 而卡特作为指挥 自然不愿意让小姑娘抢去位置 因此 在他喊完后 骑士总会跟着补上一句相同的命令 小镇号的番 是用动物皮缝制出来的 牛皮和羊皮 占了大半 还混有些边垂镇特产 比如狼皮熊皮之类 因此 看上去颜色深浅不一 东白灰相见 像是打满了补丁的破布 封番 成梯形 中间有四根 作为横梁的木棍 分隔 蓝锁穿过桅杆顶端的铁环 垂落在甲板上 只要拉扯蓝锁 就能将整面封番升起 为了使操作尽可能简单 小镇号前后两杆番 都是单番 相互平行 且垂直于中心线 若是一般的双围帆船 这么设置 会导致有一面番吃风极少 几乎相当于失去作用 但有了温地的控风能力 这样的设计 反而会使得动力均匀 分布在中心线两侧 更方便舵手操作方向 闪电剑升番完毕 指挥陆地上的工人解开麻绳 此时的天气还算不错 天空偶尔有雪花飘落 在清风河水流的推动下 船缓缓离开岸边 小姑娘降落到布莱恩身旁 喊道 又满舵 卡特也跟着喊道 又满舵 呃 又满舵是什么意思 布莱恩挠了脑脑袋 向右转几圈 不 向左转 到底 闪电以守抚额道 算了 还是我来吧 他忘了 这帮人都是第一次操纵翻船 连基本的指令含义都不明白 若是一艘标准的双围翻船 只怕现在连翻都没有铺开 就是这么十个人不到 还能让石船顺利离岸 只能说 小镇号的设计 确实有独到之处 他握住比自己还高的舵轮把手 双脚离地 向一侧旋转 巨大的横置舵轮 对于普通的女性来说 十分沉重 在 没有机械助力的情况下 相当于克服水的阻力 做工 搬动船底下方 整块铁质舵面 但这一切对于能飞的闪电来说 完全不是问题 他注意到舵柄下方 设置了防止转过头的阻拦片 不禁有些好奇 听说这艘船 是王子殿下一手设计的 他为什么会连这种细节都一清二楚 要知道 即使是常年待在海上的水手 都不一定清楚 船只各个部位的结构 温蒂姐姐 起风吧 温蒂站在棚顶哭笑不得 原来殿下问自己 有没有恐高症 是因为这个缘故 用自己来推动帆船 想起自己平时干的那些活 如风干肉快 他变成了一股微妙的反差感 他张开双手 进入平日里练习的状态 让风从自己的脚下和头顶均匀吹拂 尽可能使两面风帆所受风力相等 说实在的 温蒂没想到 这个看似简单的要求 操作起来会如此困难 尽管在15年前 就已经觉醒为女巫 但他从未尝试过深入了解和掌控 自己的力量 无论是召唤急速气流 包裹石头攻击敌人 还是召唤一股狂风 将敌人卷走 都是一次性释放出大量魔力 而在营地处理杂物时 风力也是十大十小 只要能达成目的就行 现在想起安娜练习时认真的模样 温蒂忽然觉得有些汗颜 你首先要做的 是反复练习你的能力 直至完全掌握它 就跟安娜一样 原来这不是一句套话 那么就从现在做起吧 他深吸了口气 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到风的感应上来 尽管风力并不完全均衡 但船翻依然鼓涨起来 源源不断的推力 使围杆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船头开始向右摆动 竟然真的动了 卡特感叹道 殿下把石头做成了船 还让它浮在水面上 提鼓摸着胡扎笑道 还有什么是它做不到的吗 小镇后离河岸越来越远 逐渐行驶在河岛中间 温蒂只能凭空产生风力 却不能让原本就存在的北风消失 在两股风力作用下 船身前进的方向并不是一条直线 必须依靠转舵来调整 这点闪电没办法讲述清楚 只能让布莱恩亲自体会 为了让它尽快掌握这种感觉 小姑娘先指挥它 进行了几次大动面变换 感受舵轮旋转角度 和船头摆动幅度的关系后 再做进一步细微调整 在赤水河上航行了半个多时辰后 温蒂首先撑不住了 无视魔力耗尽 而是身体达到了极限 即使将身子包成粽子状 也无法完全抵御寒风的清洗 它的棉帽上 激起了薄薄一层雪花 手脚动得快要失去知觉 站在顶棚上摇摇欲坠 如果不是闪电 在空中巡航时发现了异样 说不定它会一直坚持到昏迷过去 闪电迅速飞到温蒂身边 抓紧它的身子 同时大喊让布莱恩靠岸 后者将舵轮向右打死 船头慢慢往左偏转 闪电也带着温蒂飞了下来 在甲板上虽然只能吹拂到一面风帆 但至少能暂避风寒 以免体温流失过快 而且靠岸这种 需要精细调控的活 闪电也不敢交给一个 刚学会掌舵的新人来操作 尽管他同样离手不到哪里去 一番折腾下来 小郑浩终于靠岸 与河岸碰撞的瞬间 所有人心都提了起来 撞击时 船身发出沉闷的响声 好在看上去并没有答案 一行人很快收拢风帆 阿琪跳板上岸 不幸中的万幸事 试航时众人并没有选择一条直线走到底 而是在河道宽敞处 掉头来回练习 因此 小郑浩并未离开出发地太远 闪电背着温地 直接朝城堡飞去 卡特望着石船叹了口气 没有女巫帮助 他们是别想把船开回码头了 地0083章 北地车夫冬天 对于大多数北地人来说 都是没有收成的日子 特别是靠近赫尔梅斯高原的城镇 邪魔之月 带来的不仅是连绵不断的雨雪 还有严寒 饥饿和死亡 但假腿怀特不一样 每年冬天 教会的使者大人都会找上门来 让他驾车去 狼心王国边境 跑上几趟 就圣城 这可是装好交易 一趟下来 差不多能赚到20枚银狼 还是积德行善的大好事 今年的邪魔之月 差不多已接近尾声 这一车应该是最后一次了 大人 要不您去车厢里待着吧 外头这雪还要下上好一阵子 您不像我们天天吃风喝雪的 可别冻着了 这不算什么 使者掏出酒壶惯了口 新圣城可比这儿冷多了 在高原上 皮衣和盔甲都挡不住严寒 他们就像无孔不入的魔鬼 钻入你身体的各个部位 没有去寒玩的话 那儿可真不是普通人能待的地方 您说的是 怀特连连点头 他没有去过新圣城 也不想去 只有兼兵和携兽的地方 有什么好去的 不过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马车夫 他随时都能找到新话题 而这位使者大人 要比上一任好讲话多了 您这手套 是用来自辉宝西进的 特产狼皮制成的吧 哦 你这都知道 嘿 大人 我干这活快30年了 怀特得意地说 先是替男爵驾车 后来替伯爵夫人驾车 甚至还为狼心小公主驾过车 要不是出了场意外 把腿给摔断了 说不定现在还待在伯爵府呢 他们别的没有 金龙可多的是 什么灰宝的毛皮和银器 永东的珠宝 霞湾的工艺品 一上车就说个没完 听的耳朵都起茧了 原来如此 大使点点头 这就是你外号的来历 出什么样的意外 唉 是流民暴动 那群恶棍 为了点吃的 什么都干得出来 怀特吐了口唾沫 当时他们包围了马车 我为了保护伯爵夫人 不得不催马狂奔 结果马受了惊 把我摔了下去 车也翻了 于是你摔断了腿 大使好奇地问 伯爵夫人呢 以我好 车厢里有软垫和后面被 只是摔得鼻青脸肿 怀特愤愤不平道 他爬出来跑了 把我丢在路上 我拖着断腿回家 花光了积蓄 给自己换了条假腿 他敲了敲 那截路在裤子外面的铜棍 但伯爵府 却以我无法再驾车的借口 将我赶了出来 那帮该死的贵族 真是令人遗憾 大使顿了顿 但神明没有抛弃你 你现在再为教会驾车 上天仁慈 是的 大人 上天仁慈 不 老天若 真是仁慈 就不该让我遇上 那样的事 怀特想 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 他没有拯救我 这时 车厢里传来了女孩子的哭声 稍停下 怀特拽紧缰绳 让两匹马逐渐停蹄 大使跳下车 绕到车厢 后面 很快 车厢里响起了皮鞭挥舞的声音 可怜的孩子 他叹了口气 忍忍吧 这可是你们的救星 没有使者大人 你们连这个冬天都撑不过 只会变为街头 无人看管的尸体 不一会儿 大使走了回来 爬上车员 走吧 您坐稳了 驾 怀特抖了抖江绳 把车重新动了起来 他们都是从狼兴王国各地来的 差不多 王国 各个城镇的教堂 都会收容一些孤 特别是冬天衣食紧缺的时候 我们收纳的人会多上好几倍 单靠教会的修士 根本顾不过来 所以也会委托车行雇佣 一些信誉优良的车夫 来帮我们运送下 你表现很不错 怀特 我的上任对你赞誉有加 能参与这样的善行 是我的荣幸 怀特嘴角咧开了花 大人 他们都会被送进修道院吗 恕我多嘴 虽然他们都是孤儿 但品性可不一样 有的人虽然年纪不大 可是什么都干过了 这样的人 会不会污染圣洁之地 神明会做出裁决 即使有罪 他们也能获得救赎的机会 是吗 那可真是件好事 怀特抬起头 望望望天色 不早了 大人 我们要不要在下一个镇里过夜 明天天气 不错的话 五十应该就能抵达旧圣城 大使 喝了口气 找个旅店吧 带院子的 等停马车 就行 你去给他们准备下食物 好脸 怀特应道 这个镇子是狼心王国 前往旧圣城的必经之路 他不是第一次来了 熟门熟路 很快找到了之前经常住宿的旅店 把马车赶进院子 他接过使者递来的钱币 去给锅儿们买吃的 和 往常一样 红薯粥 是最合适的选择 便宜且味道还不错 看着他们分完粥后 怀特一瘸一拐地走回旅店 掉了份黄油面包 坐在吧台前啃了起来 至于使者 大人 肯定有更好的去处 若是十年前还未断腿的时候 他定会去酒馆点一杯葡萄酒 再找人丢上几把头子 那个时候 他手气一向不错 现在的话 怀特摸了摸自己怀里的钱带 还是早点回房休息吧 傍晚时 他听到院子里有些响动 起身掀起窗帘 怀特看到醉醺醺的使者大人 打开车厢门的锁 钻了进去 不一会儿 便从里面拖出两名姑 而他身后还站着两人 看穿着打扮 都是贵族模样 怀特放下窗帘 回到温暖的被窝里 这种事情 不是第一次目睹 上任大使也常这么干 活着就是最大的幸运 他想 一起一时的痛苦 还是忍忍吧 等到了圣城 你们就能迎来全新的生活 至少再修到院里 不用担心挨饿受冻 怀特打了个哈欠 沉沉睡去 天一亮 他便搭着大使继续前进 一路上十分顺利 两人比预计时间提早半个时辰 抵达就圣城 那里 已经有教会的马车在等待 他们 似乎这群可怜鬼 还有一段路程要走 但那已和自己无关 这是你的报酬 大使抛过来一个布袋 怀特接过后 倒在掌心中输了两遍 的确是二十枚银狼 不错 他点头弯腰道 希望来年再见到您 大使 没有答话 白白手示意他离开 怀特注意到 除了他以外 还有其他几辆马车 也在干同样的活 或许是从别的 王国送来的 他想 不过有一点很奇怪 从车上下来的 似乎都是小姑娘 教会收养孤儿时 只收养女孩嘛 他摇摇头 将这些问题抛至脑后 驾车踏上硅程 10084章 赫尔梅斯机关 地底深处走去 这是一处自然形成的天坑 深度至少能莫过 四座天之塔 直径约有二十余帐 塞进一座领主城堡 绰绰有余 洞景内起初并不昏暗 高高的穹顶上 留有天窗 光线透过一扇闪窗户 窜入地下 在寒冰铸就的石壁上 留下蜿蜒曲折的光斑 随着高度不断下降 光斑逐渐变暗 很快和石壁融为一体 但坑洞中心 却反射出淡淡蓝光 越往下走就越明显 即使不吃火把 也不会陷入 伸手不见五指的困境中 脚下的楼梯 如同一条环绕坑洞的小蛇 紧紧贴在岩壁上 楼梯板是花钢石萧切而成 呈长方形 后三指 后两人并肩而行 一端嵌入岩壁里 另一端悬空 为了防止意外跌落 悬空端头立有木栏杆 栏杆间用绳索相连 他没有数过 这里到底有多少届楼梯 但他知道 每一块石板的铺设 都艰巨无比 教会的石匠们 依靠绳索悬调下 在坚硬的岩石上 敲凿出足够深的凹槽 然后把一块块石板塞入其中 每个动作都必须小心翼翼 因为绳索滑脱 或崩断坠入坑底的 足有三百人之多 可见在头顶的赫尔梅斯大教堂 是教会不屈精神的象征 那么深藏在洞井底层的 赫尔梅斯机关 才是教会真正的核心 阶梯边的石壁上 镶嵌着神阀之石 每隔一百步 就会有一名审判军站岗守卫 机关内 还有一队神阀军 随时带命迎击入侵者 而穹顶和大教堂地板的夹层之间 埋藏着许许多多沙包和碎石 若是圣城防线失守 众人不得不撤离时 教皇就会启动陷阱 让沙利和碎石将这里彻底掩埋 尽管梅恩不是第一次前往赫尔梅斯机关 但行走在半空中的感觉 仍让他觉得头晕目眩 特别是像张望的时候 总会产生自己正在坠落的错觉 当双脚踏在坚实的地面上时 他才稍稍松了口气 天坑底部是一块巨大的圆盘形白色墨石 表面如同镜子般光滑 站在上面甚至能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倒影 经过工匠巧妙设计 从穹顶天窗射进来的光线 在坑壁内多次折射后 会恰好汇聚在洞底的这块墨石上 即使没有燃起火把 天坑底部也不是一片漆黑 只有深处坑底才会发现 阳光并非是无色的 火石被照耀后反射出淡淡的蓝光 抬头望去 整个天坑被这抹蓝光点亮 呈现出冷冽的色泽 仔细看的话 还能注意到光线较亮处有无数尘埃在飞扬 如同古书中记载的微小生灵 利用洞底山壁上自然形成的孔洞 教会将其打通连接 进一步扩大 建造了赫尔梅斯机关 也多亏了这些四通八达的孔洞 使得此地空气流通畅快 完全没有置身地底深处那般腐朽沉闷的感觉 梅恩迈入机关大门 防卫力量顿时严密了许多 这里的审判军五人为一组 守卫着每道关卡 他们都是教会最为忠诚的武士 一旦接受了这个职责 所有人将在机关中度过一生 永远不能再回到地面 事实上只有他和教皇能出入机关 就连西瑟和太弗伦两位大主教 都无法涉足此地 但梅恩也不清楚 机关中到底有多少条岔路 除了这条正南方的主道 两旁还有许多分支通道 一路走下去 往往会发现更多的分支 有些被教会利用起来了 而有的则干脆封死 他曾听闻过 修建机关时 有几名工匠误入了那些没有标注的岔道 结果在里面迷失了方向 再也没能找到回来的路 笔直的主道一直通往山体深处 北隔30丈 约100米左右 便设有一道关卡 梅恩知道 每一段关卡之间的机关 所承担的任务不同 最靠外的一段是生活区 公职守在洞底的武士们居住 第二段是档案馆 用于存放文书 残卷和古籍 第三段是监牢区 关押着一些无法见光的犯人 和无辜者 越过三道关卡后 梅恩停下了脚步 再往前走 便是机关疏密区 教会所有研究和发明都来自于那里 不经教皇同意的话 自己也无法擅自前往 担任大主教三年多来 他只进去过一次 梅恩转身向左 崴入了一条岔道 岔道很短 没多久他便走到了头 见到主教出现 守门的审判军立刻握拳击胸 大人 梅恩点点头 把门打开 门内是一条走廊 墙上挂着燃烧的松枝火把 像是黑暗中无数跃动的光点 沿着走道向镜头不断延伸 两旁并列排布着许多张厚实的木门 每个门板中间 挂有一块号码牌 审判武士举起火把 走在前面引路 梅恩边走边 注意着号码牌上数字的变化 当看到标记着 35号字样的斑驳门牌时 他停下脚步 掏出钥匙插入锁孔 轻轻一扭 广佛是发出一道信号板 不少门洞后响起了哭嚎声 有男人的 也有女人的 仔细聆听的话 大多是些快放我出去 救救我 求求您 杀了我吧 之类的哀求 梅恩不为所动 他命武士守在门口后 走进房间 弯上木门 将那些纷乱嘈杂的声音 隔绝在外 隔着铁栏杆 主教看到了一名 靠坐在床头的老者 或许他年纪并不老 但此刻已是头发斑白 额头上布满了皱纹 胡子许久没有刮过 几乎快要垂到脖子处 由于太久没有见过阳光 他的皮肤呈现出骇人的苍白 手脚枯瘦得如同竹竿 梅恩看了眼铁栏杆变的餐盒 里面的食物几乎没有动过 他叹了口气 您应该对自己好点 教会不缺这么点吃的 您的三餐都是按国王标准制定的 除了没有酒之外 酒连鱼肉 都是来自于碧水港的上豪血鱼 您应该很熟悉他的味道吧 温布顿陛下 第0085章 荆棘鹿老者片刻后才有了反应 他缓缓掀开被子 摸到床边 只是大主教 如果你被关在这个鬼地方 还能吃得下东西吗 他开口说道 声音浑浊不清 像是喉咙被什么堵住了般 半年了 被困在这里半年 什么消息都没有 我的儿子怎么样了 我的女儿呢 梅恩注意到 墙壁上到处都是刻痕 似乎是用指甲扣出来的 对方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计算日子的 他搬了张凳子 面对国王 坐下 您非得问这些会令你不愉快的事情吗 对方沉默了半晌 我已经没有用处了 你是来送我上路的吧 是 那么一个垂死之人 还用计较于不愉快做什么 在死之前 我只想知道他们的情况 到最后一句话时 温布顿的声音已近乎低吼 他终究忍不住了 梅恩想 不管怎么说 作为一名国王 他的气概和风度都已足够到位 被前程者替换后 送往赫尔梅斯的途中 他多次设法脱身 囚禁于此时 他也没有陷入疯狂 而是试图通过交涉来换取自由 没有妈妈 没有歇斯底里的吼叫 这在机关监牢中实属罕见 如果不是计划 不可能更改 他真不愿意把这样的人 浪费在队内的阴谋中 或许自己亲自前来 也存着告知他 近况的想法吧 蜀叫想 果然只需要一个命令 就会有审判君 替自己了结他的生命 您的大儿子 格隆 温布顿死了 梅恩缓缓开口道 被您的二儿子提费科 温布顿判处斩首之行 罪名是谋反世王 您的三女儿加西亚 温布顿在南京独立 自封为避水女王 和提费科的战争不可避免 至于四儿子和五女儿 我们没有获得太多消息 大概 他们还活着 你在说什么 谋反 独立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 争亡令 他一字一句说道 将你的孩子们分派到各地 宣布 谁能将领地治理得最好 谁就是下一任国王 温布顿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过了好久 他才低声道 为什么 你们趁着祷告日 下手 把我带进戈剑 发光我的衣服 和神伐之时 你们用女巫将我置换成他人 你们明明可以慢慢占有这个国家 让教堂 处立在每一处城镇 为什么要发布真王令这种东西 我 我根本不可能 嗨嗨 讲到激动处 温布顿勾搂着身子 剧烈咳嗽起来 我根本不可能发布这种 会引起孩子们自相残杀的命令 对吧 梅恩在心里替光补完 或许您不会 可您的孩子们 不一定会如您所愿 他们长大了 也会有自己的想法 比如您的三女儿 加西亚 早在五年前就得到了碧水岗 即使没有争亡令 或者说 等到您自然死去 他会眼睁睁地看着歌龙登基 而无动于衷吗 最重要的是 我们没有时间叙叙图止 您应该也注意到了 女巫的能力 不是永久的 该死的 他们互相打起来 对教会有什么好处吗 教堂会因此陷入火海 信徒也会在战争中丧命 亡国将乱作一团 说到这儿 温布顿忽然一愣 不敢置信地抬起头 难道 你们想要 一阵更为剧烈的咳嗽 打断了国王的话 好不容易恢复过来后 他的声音变得细弱油丝 仿佛 那阵咳嗽 消耗了他全部精力 你们 想要消灭王室 正是如此 不过更准确的说法 是 王权 梅恩忍不住在心底称赞道 多么敏锐的判断力 在这座暗无天日的地牢里 待了快半年 无丧失神志 就已经算得上意志坚定 还能思考的 历年来一只手 都可以数得出来 王权会阻碍教会的发展 无论他多么弱小 总是会如幼苗般 慢慢长大 只有将他连根铲除 教会 才能真正 得到这个王国 温布顿的神色 一下苍老了很多 或许此前 只是外表上看起来 年迈 现在就连精神 也衰落下来 他眼中的光芒 变得暗淡了 灰宝是大陆王国中 面积最大的一块 兵源众多 正面战争 对教会不利 我们为此策划了很久 明的王国在内战中 必定会损失 大量战士和佣兵 只要持续两至三年 我们的审判军 就能轻易地 拿下徽宝全境 您不必太过悲伤 王国之君 并非只有您一人 其他三国也一样 以后 大陆将不再有 四大王国之分 陈锡 郎兴 永东 还有徽宝 都将消失 这片广窝的土地上 只会有一个政权 那就是教会 温布顿 沉默了 这个靠武力 从兄弟手中夺得王位的人 此刻 已像是失去了生机 即使是梅恩 也感到了一丝不忍 但心中 没有丝毫后悔 教会同样 为此付出了很多 大批杰出的信徒 甘当棋子 奋不顾身 投身于这场布局中 扮演温布顿三世的人 正是审判军中 一名虔诚的审判长 他信仰坚定 对教会 绝对忠诚 原本将要接受 神罚军的转化仪式 然而为了使命 他被女巫 替换成国王的样子 毫无荣誉可言地 死在了 灰宝王多的寝宫里 他本可以把名字 刻在赫尔梅斯教堂的 纪念碑上 现在 教会却只能将他的姓名 永远埋藏 原以为温布顿 不会再说话 梅恩从怀里 摸出一个小巧的瓷瓶 准备让他喝下去时 他突然开口道 诅咒 嗯 我诅咒你 我会在地狱深处等着你 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 梅恩必须聚精会神 才能听清楚他说的话 很遗憾 这个世界并没有地狱 就算有的话 那里也不属于我们 而 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延续 只有统一四国 教会 才能凝聚起最大的力量 去战胜真正的敌人 否则的话 主教说到这儿打住了 他看到温布顿的手 已经无力地滑落 头 歪向一边 胸口的起伏 完全停息下来 这是一个王者的结局 却是我们全新的开始 他想 梅恩将瓷瓶收进怀里 起身 离开 推开木门 走廊里 静悄悄的 仿佛那些哭嚎声 从来没有响起过一般 他对守在门边的审判军武士 交代了几句善后措施 侯也不回地 朝机关外走去 第0086章 女巫的抉择 叶子不知道自己这些日子 是如何撑过来的 从蛮荒境返回绝境山脉的营地 花费了他近半个月的时间 为了躲避邪兽 他小心翼翼地隐藏在 粗壮的树干中 确认附近 没有邪兽活动后 才前往下一处 可以藏身的地方 尽管心急如焚 但他没有别的选择 一旦被混合种邪兽发现 他无法单凭自己的力量逃过追杀 十余名姐妹倒在了魔鬼的杀戮之下 而其他姐妹们的能力 根本不善于战斗 他们在铁手魔鬼 跳入人群中 肆意屠杀之际 四散奔逃 但最终 能有几个活着返回营地 叶子心里根本没底 他甚至不敢去想 这个可怕的问题 走一路躲一路的行动方式 对魔力消耗颇大 一天只能走出十余里 特别是 还要预备晚上过夜所需要的魔力 身上的干粮吃完后 他就将一些野果 转化为可以冲击解渴的食物 冻住灰灰剂 早已失去了保暖功能 他只能用树皮 将自己包裹得更紧一点 讲到还未成年 就丧命于此的思诺 叶子的眼泪 便止不住滑落下来 更糟糕的是 到第四天晚上 他在树干中迎来的邪魔尸体 一连串的打击 让他几乎忘却了这事 一股撕裂般的剧痛 突然从胸口绽放 并迅速蔓延到全身 一瞬间差点令他失去意识 把舌头咬得满嘴是血 才强聚起精神来对抗痛苦 在邪魔尸体的阵阵折磨下 叶子也曾想过放弃 但想到那二十多名 可能活下来的姐妹 或在营地等待他归来 或身受重伤 需要他的治疗和救助 他硬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好在这次邪魔尸体时间 并不算长 当他从苦难中挣脱出来时 浑身上下已遍布裂口 流出来的鲜血 把树干内都沾湿了 为了避免血液的味道 引来邪兽 他不得不忍着伤痛 脱下衣服 前往另一棵大树 同时让光秃秃的树枝 长出绿叶 再把绿叶制成 可以预寒的衣服 在魔力的引导下 枝压成了他的针 叶脉是他的线 一路上 他会吃一口熟食 会喝一口热水 进入绝境山脉后 尽管给自己的绿叶衣服 再添加了两层 手和脚都包裹得严严实实 但迅速降低的 气温和没过脚踝的积血 依然冻伤了他的脚趾 就这样走走停停 拨着毫无知觉的双脚 他终于回到了营地 看到姐妹们熟悉的身影 叶子一头栽倒在地 转醒过来 已是两天后 过长时间的室温 导致脚部受窗严重 草药也无法阻止 不断扩大的坏居 不得已之下 姐妹们切除了 他左脚和右脚 各两个损坏的指头 叶子并没有太在意 能活下来 就已经很不错了 比起那些永远回不来的姐妹 他已经足够幸运 不过看到还活着的人 双臂上缠满的白色不黛 莫大的悲痛 便抑制不住地从心底涌起 出发时 42名姐妹 现在只剩下6人 大家安抚了叶子一番后 年纪最大的书卷 向他讲述了一行人的经历 在自己和魔鬼缠斗时 非战斗能力的女巫 趁机向营地方向逃跑 当天夜里 他们便遇上了邪兽 一群野猪种 众人无力抵抗 只得四塞而逃 被邪兽猎捕的那一批 显然凶多吉少 但他们已经 顾不上那么多了 到隔天早上 众人又被一只狼行 混合肿盯上 这次逃出来的 仅剩下8人 好在进入绝境山脉后 邪兽没有再跟上来 回到营地没几天 两名姐妹先后出现了 魔力反噬的症状 也许是因为 共助会这次受到的 打击过大 前景一片灰暗 两人都没能挺过邪魔尸体 而战斗女巫们 迟迟没有归来 就在 所有人都以为 他们死在了魔鬼手下时 没想到 叶子竟然回来了 那么 其他人呢 红骄 追风 还有导师大人 他们怎么样了 叶子摇摇头 只有我一个人活下来了 是吗 书卷轻声硬道 看得出他对这个答案 早有预料 那你好好休息吧 还有 他犹豫了下 叶子 什么 在你昏迷的时候 我们商量了下 如果哈卡拉没有回来 希望你能接过导师一职 叶子愣了愣 随后闭上眼睛 是啊 共助会在遭受如此 惨痛的打击后 不选出新的领导者 只怕立马会土崩瓦解 但共助会的宗旨 是为了寻找圣山 获得自由和安息之地 现在寻找圣山 以化为泡影 不 圣山本身就是一个骗局 它不存在于绝境山脉 也不存在于蛮荒之地 如此一来 共助会还有必要存在吗 他心乱如麻 即使不去看他们 也能感受到姐妹们 期待的目光 他们需要一个人站出来 带领迷茫的众人 继续前进 我们 去找叶鹰吧 沉默良久 叶子开口道 什么 找他 你是说去边陲镇吗 万一他是骗我们的 该怎么办 温帝也在那里啊 说不定他早就死了 姐妹们七嘴八舌嚷嚷道 书卷拍拍手 让大家安静下来 问叶子道 如果叶鹰说的 也是一场骗局呢 你们可以在 镇外安全的地方等待 他睁开眼睛 先让我去探明情况 如果他说的是谎言 我会接过导师一职 如果 我死在镇里 书卷 你来带领姐妹们 继续走下去吧 可是我 叶子勉强笑了笑 我知道你的能力 不适合战斗 被营地日常运作 也帮助不大 但我现在明白了 能力强弱 与适不适合担任导师 并没有联系 导师是引路人 而不是能力最强者 可惜自己领悟得太晚了 若共助会的导师 是耐心而又 心细的温帝 结局 会不会变得完全不一样 你和温帝一样 都是最早加入 共助会的人 也是姐妹中的长者 从王国东边 伴随大家一起来到 绝境山脉 适合担任姐妹们的导师了 书卷沉默片刻 若叶音说的都是真的呢 那共助会 就没有必要再存在了 叶子 缓缓道 边垂镇 就是我们的新圣山 10087章 东目 上 预备 刺 凡那 用力刺出手中的长枪 然后双手矩阵 枪杆 发出崩裂的嘎吱声 一头狼肿顶在枪头 他的毛发蓬松 血红的眼睛 瞪得如同龄般 张开的嘴中露出 两排尖牙 最大的那颗 对方在空中挥舞双爪 雪花甚至见到了他的脸上 凡那脑中一片空白 几乎是按训练中 积累下来的本能 下意识握紧枪杆 持续向前发力 一息的时间 仿佛变得无比漫长 他看到枪杆弯曲到了极限 枪尖深深没入邪兽的腹中 他甚至以为下一刻 那尖锐的利爪 就会撕开自己的脸颊 啪的一声 枪杆承受不住狼肿的冲力 终于断成两劫 也正是这一声脆响 让时间流动恢复了正常 对方往下坠落 正如来石一样 他的爪子落在护墙上 刮出一连串碎线 带着那半截枪杆 沿着城墙重重砸落在地 火枪队 装填完毕 自由射击 凡那身侧 立刻伸出两根枪管 他赶紧后退半步 仰起头 避免火药碎线和燃气 冲到自己的眼睛 至于耳朵 他已经顾不上了 火枪很快激发完毕 凡那重新靠近护墙 发现墙底倒了一批 各式各样的邪兽 身边有人捅了捅自己 他转过头 看到自己的射友 正得意地朝自己咧嘴 踩摸枪一个星期多点 有什么好得意的 凡那回瞪一眼 把视线重新移回战场 等殿下的火炮队 派上用场时 你就会意识到 自己手中那铁管 不过是根拐杖罢了 炮掌 你的枪 接着 包找递过一把心目枪 这群邪兽发疯了 已经有二三个时辰了吧 他们本身就疯子 凡那把枪杆架好 等待敌人下一波进攻 现在是 什么时候了 快到五十了 猫找喝了口气 劝着猎狐没注意 飞快向两边张望两眼 又皮呢 罗德尼兄弟呢 不要一开视线 你想被狼肿开膛破腹吗 凡那没好气地说道 他们被分到了其他城墙段 或许在三组 或许在四组 话说回来 你怎么会来第一组 我是踢不对的吗 他嘿嘿一笑 哪里有需要 我就来哪里呗 当有一位大叔负伤了 正好轮到我踢 预备猎狐观察员的声音响起 打断了猫爪的话 凡那看到十来只邪兽 正在迅速靠近 现在 他也能快速分辨 各种邪兽的类型 这一波只有两只狼肿 其他为野猪众 虎众 和一只熊众 对城墙的威胁不大 刺 尽管如此 他还是听从指令 和队友统一刺出长枪 果然这一次枪头 空空如也 他收回枪杆 于光看到 狼肿已被一组的 其他队员击落 带到其他跑得较慢的邪兽 也汇聚到城下时 火枪队又挤进他的身侧 向下自由射击 这样固定动作的重复 已经从扶晓持续到现在 当最初号角被吹响时 大部分人还在睡梦中 凡那打了个哈欠 这一次邪兽的攻击 比以往都要激烈 平时只会 维持一到两波的侵袭 如今仍在继续 城墙下的邪兽尸体 都快堆起来了 中途已经被民兵二队 替换过一次 胡乱吃了点东西 休息片刻后 又重新上了城墙 但意外的 凡那发现自己比想象中的阵地 听到号令刺枪收枪 其他交给火枪队 就跟平日里练习时一模一样 起初看起来 有些莫名其妙的条例和动作 要求 此刻都派上了用场 而且难以置信的有效 其他人也跟自己差不多 虽然双手紧握枪杆 神情看起来颇为严肃 一些替补者 还显得十分紧张 大家的身子 却都站得笔直 没有人往后退却一步 不过凡那清楚 大家最大的信心 不是来自于日复一日的练习 而是来自于殿下 凡那 只有在火枪队射击后 才偷偷向城墙中断的 望楼瓢上一眼 那是王子殿下矗立的位置 从号角响起 殿下第一时间就抵达城墙 和大家 站在同一条房线上 到现在都没有休息过 就连自己被轮换下去吃东西时 王子殿下 依然待在望楼顶端 早餐 还是首席骑士大人亲自送上去的 回想上 一任领主 每年邪魔之月撤离时 都是早早乘船离开 接下来是贵族 最后才轮到平民 尚有余钱的 可以附上几枚银狼 跟船离开 没钱的 只能靠自己的双脚 走到长哥要塞 光想到这一点 他就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 没错 他们 是属于徽宝王子的部队 和边陲镇 之前的巡逻队 完全不一样 那火人仗着自己有盔甲有兵器 常常在新旧区横行霸道 外来商人 也是他们敲诈勒索的对象 在凡那看来 除了巡逻队两位队长 其他人 根本和流氓没什么区别 而民兵队 是一支强大的队伍 在王子殿下的率领下 他们甚至能把令人 闻风丧胆的邪兽 阻挡于小镇之外 始终不得前进一步 以往只有长哥要塞 才能做到这一点 看看渔丸 就区里出名的胆小鬼 经常被人嘲笑的对象 加入民兵二队后 现在拿起长枪 也是有模有样 还有费敏 个头巨大 却总是慢人一拍 就区里的人 已捉弄他为乐 现在 他那一套出枪动作 又快又狠 比大多数人都要娴熟 凡那知道 别人训练结束后 他都要多练上一百枪 只因为殿下亲口 跟他说过一句 越是不灵活的鸟 就要越早日起飞 才能赶上别人的步伐 最终超过他们 明明一开始 只为了那两个鸡蛋 为什么现在反而有种 庆幸自己 加入了民兵队的感觉 每天都有细微变化 每天都比昨日更进一步 凡那相信 不只是他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这一点 他不知道该怎样 形容自己的心情 或许 概括起来 就是殿下在训练 时常挂在嘴边的话 他们是一支 不同于时代的队伍 呜呜 两声短促的号角声 让凡那精神一震 这是混合种邪兽 出现的预警 他跳目远望 又是尸头 双翼混合种 跟上次闯入城内的 那支极为相似 这是今天遇到的 第二支了 他想 不过 这次不一样 除了火枪队 他们还有其他榜首 凡那微微侧头 余光中 殿下身旁 一名金色短发的小姑娘 已经浮空而立 第零零巴巴掌 东木 下 不要这么着急 他还没过来呢 博兰望着跃跃欲试的闪电 喊了口气 天知道 他竟会对挑战邪兽 这么感兴趣 明明就不是适合战斗的类型 却没有一点 常人面对邪兽该有的恐惧 按照之前对付第一支的办法来 别逞强 你只是引诱邪兽 将他的注意力 集中在你身上 注意保持高度 他虽然不能飞 但跳起来的时候 也是颇具威胁的 知道了知道了 闪电自信满满地道 第一支过来的时候 我就摸清了他的底细 放心 他连我的衣角都碰不到 说话间 混合种邪兽 已经靠近城墙 越过一片障碍地带 潮无人防守的区断 猛地跃起 翻上墙头 不过这一次 没有民兵队员加以理会 他们仍留在自己防守的区断 等待猎户观察员的 下一次刺激命令 那么 对混合种邪兽特种作战 现在开始 罗兰沉声道 已经飞出去的闪电 又停了下来 回头望向罗兰 怎么了 你这句话 闪电想了想 随后摇摇头 有些奇怪 算了 我出发了 望着小姑娘 快速远去的身影 罗兰尴尬地笑笑 问身后的安娜和叶英 你们也觉得奇怪吗 嗯 两人齐齐 点头 好吧 看样子 中二的台词 即使放到一节 仍是中二 那你们也去吧 注意安全 殿下 您也是 叶英攻声道 随后拉起安娜的手 进入迷雾 罗兰双手背在背后 迎风二立 尽力装出大boss 应该有的模样 他知道 不少人都会在战斗喘息之机 偷偷回望自己 所以尽管双脚发麻 他仍站在城墙最高点 让所有人都看得到 无论何时 王子都与他们同在 既然不能亲自投入战斗 他至少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激励人心 这次邪兽侵袭 已经超过了以往 任何一次进攻的强度 按铁府的说法 往年整个邪魔之月中 只会有一到两只混合种出现 但算上现在 只 今年边陲阵 已遇上了四只混合种邪兽 持续时间也格外漫长 邪兽们不停从迷藏森林中出现 以数十只为一批的规模 不断奔向城墙 还好最近一个月 碎发枪产量大增 现在一百人的火枪队 已经武装完毕 不然真不能保证 如此高效的击杀 速度 若是弓弩的话 只怕现在上弦都吃力了 待持久战中 火枪对体力消耗颇小的优点 会愈发明显 当然 火药的消耗猛增 也够令罗兰头痛的了 他已经在考虑把仓库里 那二十多包炸药 统统拆掉 取回火药 配及火枪对使用了 另一边 闪电已经飞龄混合种邪兽的头顶 他从口袋里摸出块石头 朝邪兽制去 石头准确地落在了对方的脑袋上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 令他猛地向后一推 才发现 攻击竟是来自空中 闪电挑衅式的压低高度 从他面前穿过 并贴地向小镇中心飞行 混合种邪兽 虽然有着一定的思考能力 但眼前的小姑娘 显然被判定为不惧威胁 他立刻猛扑上去 双翼张开 几个起月间 便滑翔出去近百米 闪电立刻将自己拉起 在空中一个转身 绕过几栋平房 向另一条街道拐了进去 就这样七拐八绕之间 他将敌人引诱到了 小镇中央广场上 这也是他和叶翼约定的攻击地点 由于尸头双翼混合 种的嗅觉十分灵敏 即使身处迷雾中的叶翼 也会被发现 所以在叶翼和安娜发起攻击前 自己必须尽可能牵扯住 邪兽的注意力 而闪电做得十分完美 混合种现在显然已暴跳如雷 愈发狂躁的兽性 掩盖了那本就不多的理智 他张大着嘴 向空中数次跳起 但身上没有任何负重的闪电 远比邪兽灵活 他上上下下地戏弄对方 让其每一次跳起都无功而返 叶翼也已从另一个方向抵达广场 和闪电不同 进入迷雾后的他 完全忽视了路上的房屋和栅栏 以一条笔直的路线前进 安娜的火焰距离只有十步五米 必须从尾巴后方靠近 才能降低被邪兽发现的可能性 对付第一只混合种时 还出了不少岔子 但此刻叶翼已经完全熟悉了 安娜的攻击方式 在离邪兽还有三十步的时候 他将速度提至极限 一面在瞬间像是缩短了一般 几乎一步就跨过了剩下的距离 安娜回过神来时 怪物的尾巴都快贴到脸上了 就是现在 叶翼喊道 安娜身边的黑白世界 如潮水般退去 眨眼间 他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小镇广场 绿火在指尖悄然乍现 随后扩大成巨大的火焰牢笼 将邪兽一头照入其中 叶翼飞速后退 扑面而来的滚滚热浪 已经让他感受到了灼痛 在可以融化钢铁的高温中 邪兽甚至还来不及挣扎 便已化成一团火球 轰然倒地 看来 他们已经解决了 代替夜鹰充当临时守卫的温帝 看到远处腾起的碧绿火焰 铁撇嘴道 似乎就没起什么作用 如果可以 我希望你们都不用上战场 罗兰仍保持着备手战力的姿势 步骤轻松道 话虽如此 但他心里清楚 今天若没有女巫加入防线 协助作战 面对能飞越城墙的混合种携兽 民兵队必然会阵脚大乱 就连纳纳瓦都已来到了城墙下 在提古男爵的保护下 快速治疗那些不慎受伤的战士 这是罗兰第一次 在所有民兵队员面前 公开女巫的力量 结果令他十分欣慰 在队伍里 有着治愈天使之称的纳纳瓦 显然将女巫群体声望 刷到了一个新高度 安娜和夜鹰在城墙上 联手杀死第一只混合种后 人群中还一度响起了欢呼声 当然 他清楚 不可能所有人都对此毫不介意 这样的局面 也是十分难得 民兵队中有了初步的共识后 他接下来的计划 才会方便实施许多 忽然间 城墙上的枪声稀疏下来 罗兰注意到 邪兽开始纷纷撤离城墙 他们竟然撤退了 他有点不敢 相信自己的眼睛 就在这时 天空中一道光芒 穿过厚厚的云层 洒落地面 接着是第二道 一三道 很快 灰蒙蒙的天空 被千万道光芒 穿透的千疮百孔 所有光线彼此融为一体 变得耀眼而不可方物 大地陡然明亮起来 太阳再次升起之日 便是斜月完结之时 城墙上出现了短暂的平静 接着 欢呼的浪潮 席卷了边界防线 千见的 镇民们也陆续走出屋子 跟着高喊起来 为这久违的阳光 为自己平安度过冬天 为了他们的王子 欢呼雀跃 所有声音 最终汇聚成一股洪流 响彻整个边锤小镇 第0089章 庆典 上 今年的边锤镇 与往年都格外不同 往年邪魔之月结束后 要在长歌要塞的贫民窟 再等上一个月 待积雪完全化尽后 才能踏上返家的归途 而回到小镇后 看到的大多是一片狼藉 数个月无人打理的房屋 破败不堪 一些不慎结实的木屋 早已被大雪压垮 有些镇民家中 甚至还躲着邪兽 把柜子桌子咬得 七零八落不说 还拖来草料破布填在角落 显然是把这个 能避风夺雪的地方 当成了自己的巢穴 他们往往要花一周 来修起房屋 更换泡水发霉的家具 至于久久不散的腐坏味道 此地的居民们都习惯了 不过今年 边锤镇可谓焕然一新 积雪很快被扫去 家门口挂起了 王子殿下发放的彩色纸旗 远远望去 安掉而破败的小镇 变得五彩缤纷起来 殿下将在广场举行 盛大的欢庆舞会 任何人都可以前往 不仅不需要缴纳钱币 听说还有免费的食物发放 舞会是什么 那可是上层贵族 才能参加的社交场合 大家从来都只在 见多识广的大城市 行商口中听说过 但即便是他们 也无法参与其中 听商人们说 那不是光有钱 就能得到邀请的活动 王子殿下 居然让所有人参加 殿下 您这样做 不太好吧 首席骑士劝阻道 这里既没有乐队 又没有灵舞者 舞会的节奏 谁来控制 再说了 这种偏僻之地 就连贵族都不一定会跳舞 您的领民 只会把一切都搞砸的 卡特在王兜时 只去过一次舞会 那是一位侯爵 为庆祝女儿生日举办的 优雅的弦乐 和激昂的古典 交错响起 女士们在优扬的音乐下 翩翩起舞 凡士则在鼓声响起后 展现自己快速而有力的舞步 或旋转 或踢踏 将动作与古典结合起来 休息期间 侍从端着酒水和点心 在人群中穿梭 男士们纷纷 物色自己心仪的女子 待到最后一首乐曲奏响时 便鼓起勇气 上前邀约 成功者 在舞会散去后 还有一番风花雪月 卡特叹了口气 虽然当时年少的自己 没能约到心仪的姑娘 但那种优雅 而浪漫的气氛 至今仍让她回味不已 把风度出众的贵族 换成这帮天天和石头 野兽打交道的村夫 天哪 她简直不敢想象这样的场景 零五人 有啊 罗兰吩咐民兵队 将广场中的石头雕塑 和绞形架 统统拆除 铁府和民兵队 就是 那个杀民 卡特愣住了 作为火枪队队长 铁府 在邪魔之乐的表现 总算是赢得了首席骑士的认可 一族称号 也不再提及 不过对方终究是墨金族人啊 怎么可能知晓 大陆王国的礼仪 罗兰神秘地笑了笑 因为我要举办的 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舞会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要做的准备工作 并不算多 主要是拆除广场中的障碍物 再在中心位置 搭起一座木柴堆 柴堆 便用砖头 勒起了桌台 用于烧烤食物 没错 这就是罗兰一拍脑袋 想出来的庆祝舞会 篝火聚会 和野外烧烤的混合体 用什么来增加人民 对于居住地的认同感 一直是 王子认真考虑的问题 国家主义 民族主义 对于这些一辈子 他们的家财和亲人 才值得关心 越是落后 就越是短视 这是文明发展的规律 文明最后总会变得 和他的思想一样大 罗兰对此深以为然 不过这并不代表精神建设 可以忽略 胜利庆典 就是他琢磨出来的 改造方法之一 事实上 他对这个世界 度过邪魔之乐后 没有任何庆祝 表示感到难以理解 每年一次的邪寿侵袭 简直就跟天灾一样 战胜了这一般邪碎 自然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于是他决定 将每年邪月结束后的第一天 命名为胜利日 凡归属于他的领地 这一天不仅公休 还要举办各种庆祝活动 只要持续三四年 他将会变为一种传统 在领地上流传下去 而领民们逐渐也会感受到 自己与其他领主治理下的人民 却有不同 还未到中午时 广场中就挤满了人 民兵队员排成圈 将大家挡在木柴堆之外 看来免费发放食物 还是颇具吸引力的 整个小镇至少来了一半人 罗兰想 北中不足的是 广场中就小了点 除了柴堆外的一圈空地 千余人几乎肩贴着肩 很难有活动的空间 他还看到一些 孩子已经爬上了最近的屋顶 向广场中间探望 第一次庆典吗 难免有缺憾 罗兰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 登台致辞 这已是他第二次 在广场进行公开演讲 心态要比上回镇定得多 我的领民们 中午好 我是汇宝王国四王子 罗兰 温不顿 截然不同 话音还未落下 人群中已经爆发出热烈的呼声 王子殿下万岁 殿下万岁 罗兰顿时感到胸口一热 这次他可没安排什么拖 看到民兵队和群众自发的欢呼声 成就感和满足感 充盈于他的心头 带到呼声烧退 他向下压压手 邪魔之乐结束了 在民兵队英勇奋战之下 邪兽始终未能越过城墙一步 边陲阵以极小的代价 战胜了可怕的敌人 这证明 只要大家团结起来 即使不依靠长歌要塞的施舍 我们也能在此地站稳脚跟 他们想用粮食威胁小镇 想用饥饿和严寒 逼迫我们屈服 而今天的胜利告诉他们 这一切都是徒劳之举 说的没错 我再也不想回到那个地方了 跟着王子殿下 冬天没有一日 饿着肚子的 终于可以不用受他们勒索了 殿下仁慈 罗兰趁着众人不断高涨的情绪 继续大声说道 让我们为这辉煌 而荣耀的胜利庆祝吧 这是值得被铭记的一天 我宣布 同今以后 邪魔之月结束后的首日 将成为胜利日 庆祝舞会 正式为此而设 我的领民们 尽情享受这一天吧 现在 舞会开始 火把被丢进涂抹过油脂的木柴堆中 火焰碰得一声腾气 瞬间点燃了整个广场的气氛 第0090章 庆典 下 六头腌制好的犬牛 被推车运至篝火旁 如果不是民兵队护送 罗兰怀疑推车越过人群时 全牛就会被热情的群众瓜分干净 这也是他城堡地下室里的 全部存货了 想到下一艘商船到来之前 自己都没有肉排可吃 罗兰便觉得 心里在流泪 为了办好这次庆典 他算是把家底都掏出来了 从王都带来的御用厨师 只负责抹料和监督火候 烧烤任务 交给了民兵队里 力气大的六人来完成 一条铁杆 从牛嘴巴处 插入体内 摆在火堆边的砖台上 火焰熊熊燃烧 隔着两三米远 都能感受到扑面来的热浪 很快全牛的表皮上 发出滋滋的声音 油脂从毛孔中冒出 散发出诱人的香味 当然 烤肉食不能让大家干等 在罗兰的示意下 铁斧带着一队民兵队员登场了 那些华丽而复杂的宫廷舞蹈 并不适用于这样的场合 没有长时间的训练 连动作要领都不一定能记住 更别提展现优美的舞姿了 都要保证简单易懂的同时 尽情展现自我 沙民的舞蹈 显然更符合平民百姓的口味 只见铁斧和队员们双手插腰 其中一只手 穿过右侧同伴的手臂 形成一环扣一环的模样 围绕火堆排成两圈 随着伴奏 也就是数只高低音号脚吹响起 他们开始按顺时针方向移动 每踏出一步 另一只脚就向前踢出 同时高喊哈哈嘿 这就是您说的05 卡特瞪大了眼睛 这也算舞蹈吗 一刻钟就掌握了步伐 罗兰笑道 你想不想上去试一试 卡特摇头拒绝了 他只觉得 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 哐当一声碎裂开来 别了 那令人心动的美丽姑娘 别了 那略带伤感的青春 回忆 其他民兵队员拍起掌来 跟随舞者的脚步 每一轮出角便带来一次掌声 极肤韵律的节奏感带动了群众 他们纷纷伸手照做 随着掌声越来越快 铁斧和队员旋转速度 也越来越高 人环开始出现脱节的迹象 没多久 一名队员不慎摔倒 接着连带着一群人倒下 旋转 戛然而止 群众们愣住了 但民兵队的掌声 丝毫没有停息 反而变得如暴风咒语一般 铁斧 扶起跌倒的队员 向人群中大喊 大家看明白了吗 有谁想来试试 跌倒的话 就算一轮结束 加入舞蹈的人 都能分到一块香甜美味的 蜂蜜烤肉 坚持得越久 肉的分量就越多 若是贵族和大户人家的邀请 郑民们不一定会踊跃参与 潜意识里 他们总是高高在上 视平民百姓为草剑 答应的是 再反悔也是常见之举 但看到民兵队员 也就是平日里熟悉的 乡亲邻居们 在向自己招手鼓动时 一个个顿时按捺不住了 有了第一个 很快就有第二个 第三个 新一轮舞蹈再次开始 只不过这一回 大部分舞者换成了群众 尽管动作简单 但大家都乐在其中 外加蜂蜜烤肉作为奖励 参与者 接拿出了最好的表现 这正是罗兰希望看到的场面 除了烤肉 还有面包 鱼饼 卖酒 这些都会在牛肉分发完之后 陆续发放 庆典将持续到晚上 但罗兰不会一直待在这里 他安排 卡特负责现场安全 助理大臣来为闭幕致辞 随后离开了 他还有一场私人庆宫宴要参加 一点 就在城堡后花园里 当傍晚降临 后院仍然灯火通明 和广场中央一样 这里也燃起了一堆篝火 所不同的是 用于烧烤的鸡肉 全部切成了块状 调料和油 也是自己配置 完全模仿野外烧烤的吃法 这种新奇的自助 方式让女巫们爱不失手 当然在罗兰眼里 同样是一副难得的奇景 比如 安娜把鸡块磨好佐料后 直接用绿火包裹起来 瞬间就能烧出一块香喷喷的鸡肉 叶鹰则展现了 他不可思议的刀剂 餐刀在手中食饮食现 围着鸡肉上下翻飞 锅开后 骨头便完整地掉落下来 当然还有葡萄酒 这些从柳叶镇烧来的瓶装 葡萄酒显然比卖酒 更适合女性的口味 闪电一个人就喝掉了半瓶 罗兰虽然想说 未成年人禁止饮酒 但他抱着酒瓶 浮在半空中 劝阻难以实现 他想了想 也就罢了 烧烤进行到一半时 罗兰微微感到了醉意 他靠在椅子上 看着眼前这群欢言笑语的姑娘 顿时觉得欣慰无比 这才是王子该有的生活 他想 对于女巫们也是 拥有过人能力和外貌的他们 不应该被作为猎杀的对象 若放在自己穿越前的年代 恐怕他们走到哪里 都是耀眼夺目的焦点人物 而自己现在所能做的 仅仅是在这块方寸之地 让他们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就在这时 闪电飘落下来 直接坐在罗兰腿上 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之际 本不丁贴上脸颊亲了一口 尽管这个动作做得十分迅捷 但仍被一杆女巫捕捉到了 他笑嘻嘻地飞开 见安娜 叶英和温帝 一脸吃惊地望着自己 白白手解释道 按辖弯的规矩 庆祝胜利的宴会上 女子是可以主动向首领献吻的 爸爸 每次都会让我亲她来着 挥宝 没有这种习惯吗 当然没有 罗兰的醉意 瞬间醒了大半 呃 嗨嗨 闪电你喝醉了 赶紧给我回去睡觉 怎么可能 闪电抗议道 我在航海时 经常跟大家拼酒 从来就没有输过 罗兰 只好求助于女巫 她望向温帝 后者点点头 卷起一股向下的气流 将闪电吹落下来 在快要落地之际 温帝上前两步抱住女孩 无故她在怀里嚷嚷都不停 静止朝城堡走去 不用理那家伙 她喝多了而已 你们继续吃 待会 还有甜点 罗兰顿时感到气氛有些尴尬 特别是安娜看自己的眼神 令她觉得有股寒意 从脚底升起 完全不受影响的 只有娜娜瓦 她仍专心 烤着手中的鸡翅膀 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 当篝火逐渐熄灭后 罗兰让叶英 护送娜娜瓦回家 自己去井边 用冷水洗了八脸 同样准备回房睡觉 这场小小的插曲 罗兰并未放在心上 在她看来 闪电还只是个未成年的孩子 不过走到三楼的卧室门口时 王子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她看到了靠在门边的安娜